好今晚了啥 哪一天 鳳梨克星人入侵了惡西星 嘿嘿嘿 就決定是你們了 快點頭下吧 你們為死的很難看的 救命啊 嘿嘿 小妹妹別跑呀 媽媽哥哥救我 糟了 砂糖妹妹被抓住了 別怕我們來救你 哎呀 救命啊 太好了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 砂糖妹妹太好了 謝謝大家 太好了有吃的啦 那麼精緻的鳳梨酥應該怎麼做呢 首先你要準備一個鳳梨 鶴頭去尾 切片成你喜歡的耳朵 切掉外圈的皮之後 會看到一綠綠黑色的果眼 刀子成45度 斜切去掉就可以了 然後切成小塊塊 突進雷面糊裡的碎成蝦蝦 我忘記買紗布了 所以用了我過來的 你們可以買個專門過濾的紗布 然後就剩下這麼低果肉 快中午加黃油 炒 加砂糖 炒 炒 炒的時候注意不要蝴蝶喔 變成這個顏色就可以了 然後分成15克的小球球 冷凍30分鐘備用 然後就是皮的部分 然後軟化好後 加糖粉絞打至發白 小雞蛋 炒到看不到雞蛋就行了 然後加用粉類 炒 最好是用刮刀壓板 避免起筋喔 最後敷保鮮膜冷藏 等軟化的麵皮 分成15克的小球球 然後抱起來像這樣 然後像這家女朋友一樣 輕輕的捏合 丟進我的距離 不夠平的地方 用手指按壓 然後掛上觀察板 再掀開 用同樣的方法 對待其他幾個球 然後就可以送進熔爐了 哼 讓你們欺負越小 溫度設定在170度 15分鐘 要讓溫熱裡面充分的問題 直到表面變成金黃色 然後就完成了 去看看 你學會了嗎 那麼下期見嘍 掰捏